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过当地的居民就发现 桥头的基座只用石头堆切土蹄 看起来并不牢固 而且桥上施作的图腾异象被南河部落的排湾族人认为太粗糙了 就连通车典礼也都没有举办 现在居民要自筹经费来举行 是百步蛇还是蚯蚓 排湾族人傻傻分不清楚 在这来异乡白鹿大桥上 由施工厂商利用喷漆彩绘的原住民图腾异象 不仅施作的方法粗糙 也不符合当地排湾族文化的图腾异象 图腾异象在施工前为与部落座沟通 村民感到遗憾 那另外一方面 桥梁没有护体的安全问题也让族人质疑 那些多等方面要怎么做才适合我们这个总白湾的文化 结果那样都没有经过我们地方的来做一个参考 这个是我们很遗憾的事情 这个桥墩是没有附体的 没有提防的桥梁 又怎么能够承受得了洪水的冲击 族人提出质疑 屏东县政府公务处做出说明 我们这边没有经费的爱愿吧 那如果公务所希望由我们这边出的话 那就请那个公务所这边受理居民的建议 然后再把这个建议转给我们来办理这样 我们才有一句可以去办啊 有没有请去指引啊 它受水下面这个部分一定是会承受比较大的冲击 这边是做那个湖岸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用起死的部分来处理就可以 那个不会有套工的问题 屏东县公务处表示 百路大桥新建工程的经费总计是七千八百多万 当初规划并未纳入图腾异象的工程 若部落族人有意要施作图腾异象 可透过相公所提报工程计划 公务处将协助筹策经费 而另外主任表示桥梁王公依照惯例都会举行通车典礼 用传统仪式来祈福 但村民却苦等不到 目前已自发现的每户捐献两百元来筹做经费 全村村民将会在十三号自行举办通车仪式 接着各社评论来采访报导 好 另外要来关心的是新竹五丰香 今二号上午发生火警 经过消防队五丰分队的勘察 初估可能是电械走火造成的 不过这场火警造成了三户民宅 家具用品跟衣物全部都被烧毁 所幸无人伤亡 但是失去家园的灾户 难过的说不出话来 受灾住户难过的枯红遮掩 因为家中的家具全都被烧成灰烬 二日早上九点多 在新竹五丰香竹林村 有三户民宅发生火警 当时住户都在外工作 只有一户民宅 有一位行动不便的长者 还好住户发现失火时 赶紧将长者撤离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受灾之后 看到亲手打造的家园 不知一句内心难过的 说不出话来 发生火警后 居民也赶紧报警 新竹县消防局 请指中心接户通报 随即派五丰北谱 主动消防分队救援 不过由于铁皮建筑 毅然火势延烧速度快 家具衣物全都烧光了 三户民宅住户 暂时安置在存办公处 乡公所也派员协助受灾户 而民间团体得知消息 也准备了简单的名声用品 亲自上山帮助受灾户 饮用水啊米啊 然后他们现在可能有一些 需要一些衣服啊 裤子啊 然后一些面条啊 简单的罐头这些 最需要的 消防所现在所有的 有关救助的部分 我们有马上关怀的一个启动 还有就是急难救助的 同时我们也会成立一个 救灾户的一个专户 社会的爱心人士 能够给予我们的一个 相对的资源 希望他们赶快脱离 这个疾难的一个困境 目前消防队 武丰分队人员在现场勘察后 初估应该是电器老旧 造成电线走火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要再调查 接着怎么着拿路 新竹武丰采访报道 而突如其来的一把火 又烧出了原乡地区 消防基础建设的问题 许多原乡浮原广大 又只有一个消防分队 救援的时间被迫拉长 像这次起火的地点竹林村 但是在武丰的消防分队 就设在桃山村 位在桃山的消防分队 赶到现场至少要一个小时 再加上部落的水源不足 等等的问题 典型的原水救不了近火 就是造成这场火 无法及时抢救的悲剧 突如其来的一把火 再度烧出了原乡地区消防问题 由于原乡地区幅延大 各村落野都较为分散 在新竹武丰乡也就只有一个消防分队 设置在桃山村 但是要从桃山村到竹林村 就要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 要及时抢救确实有困难 原乡的部分就是因为太远了 消防队一乡一个分队而已 而且这个竹林村 就是最远的一个村落 第一个人发现火水已经 串出比人高 他们有人用那火器来抢救 也无法抢救 树载住户也抱怨村内的水源部族 部落居民无法自行先抢救 才造成损失惨重 而村长也表示 在原乡地区的各村落派出所 应该要配置小型的消防车 才不会造成原水难救近火的状况 这个消防的部分 各派出所一定要设一个消防队 尤其是这个车子 先一定要各派出所 要放一台消防车 要消防支队 灭火的那个 然后水袋那些 就算有那些东西 你没有水啊 你要去哪里 没有水 他们也不会用那个水管 其实在村内的消防设备 也出了问题 可以看到抽水帮铺 与消防管线 还有灭火器 摆在村办公处 但看得出很久没有使用 都长蜘蛛网 连灭火器也都是过期的 这样的消防设备 怎么让居民安心 而相公所则表示 未来会去了解 各村落的消防设备 妥善建制 火灾事件发生后 也看出原乡消防设备的隐忧 相关单位应该重视居民的 生命安全 别让汉事再次发生 就怎么在拉路 新竹午风采访不到 而台东市排湾族人 所在的新原部落 卡兰鲁兰 7月中旬呢 即将要举行小米收获祭 1号就举办了 两天一夜的祭典前的 狩猎活动 20多位的青少年 在祈老的率领之下 徒步前往海拔 600多公尺的猎场 在狩猎出发前 20多位卡拉鲁兰部落青少年 在头目加钱 集合聆听祈老门 狩猎前的教育 有一部分孩子 居住在都会里 感觉很兴奋 部落的司机长 在出发前 特别叮咛 要注意安全 受猎教育结束 道尔祖先的猎场 巴拉鲁兰部在座祭天祭祖仪式 跟随我们的头目 向我们大武商的方向 及向天 来进三级公里 去献这个酒 青少年们要在这里进行 围棋两天一夜的狩猎文化 齐老除了传授传统狩猎技术之外 也训练孩子们的胆量 以及传承一脉相传的 山林智慧 他也会了解这个大自然 他也会有这种信心 会有党量了 怎么活下去 怎么照顾他的家里 猎人在传授狩猎技巧 跟观念也一再叮咛 不要追受伤的动物 打到猎物 你就不要那么慌 看一下周围 安不安全 这次参加狩猎的青少年 有部分长年居住在都会 很珍惜这一次的狩猎文化体验 结束后验收狩猎过程 也都能一一分享 就知道哪些东西 哪些植物不要乱碰 然后哪些植物可以用来解渴 例如看到了猎物 不要太冲动 然后你给它打了 还没有死了 也不要先激动的去给它追 在海拔600公尺的山林 克拉罗兰部落的青少年 正在学习祖先传承下来的 塑猎技术和祖先的山林智慧 族人表示 这一次的猎物 应该足够供应 这一次的收获祭典活动 记者Gurius Kazovian 台东采访报道 好 另外台东市的建河 Gasavagan部落 北南族人期待多年的聚会所 也终于动土了 基地是位在资本国中旁 占地有900多坪 预计明年就完工 建河Kasavagan部落族人 多年来期待拥有的 巴拉罐聚会所 终于有了眉目 部落过去因为土地取得问题 没有解决 稍后祭典都在 头目哈谷提供的 临时土地上举办 如今主人看到洞土 齐老很开心地说 有了巴拉罐就不会生病了 洞土典礼中 主人用歌声庆祝 很高兴耶 本来生病没有生病了 不要生病了 有巴拉罐了 我们还是要靠 这个巴拉罐的建立之后 那个制度建立出来之后 这个凝聚力就会出现了 部落年轻族人看到 巴拉罐聚会所的动土 也认为对部落里外工作的族人 一定会产生凝聚力量 会让年轻族人想回来参加收获祭 有巴拉罐来讲 对我们部落很多祭典仪式 一些精神恢复 传统的一些恢复来讲 觉得蛮重要的 不管是我们北南族的巴拉罐 或者我们是阿美族聚会所 都是我们原住民 不管是历史传承 信仰一个中心 建议卡扎法干部落的族人 争取巴拉罐的过程 成一波三则 都是因为土地取得困难问题 最后在议员居中协调部落和县府之下 县府同意提供资本国中旁的一块土地 还有部分私人土地采取 趋断征收的方式 使得巴拉罐新建有望 县长希望学校和部落做连结 由学校管理让聚会所充分利用 让空间的利用率更高 使用率更高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变成是 学校又跟部落连结的在一起 卡扎法干部落巴拉罐已正式动有新建 所需军费约两千多万 预计明年完工 而台东是另一个积极争取 聚会所的马当阿美祖部落 目前也正进行区断征收作业 主任重视聚会所的新建 主要是认为聚会所是文化传承的重心 记者付入卡扎非安台东裁判报道 今年1月3号行政院会正式的核定 桃园县升格直辖市 确定明年12月25号桃园县要升格为第六都 对桃园县长来说 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 但是对县内唯一一个原住民族乡 复兴乡的乡名来说 却有不一样的心情 有部分的复兴乡名就组成了桃园县 原乡反并吞自救会 强烈表达不要纳入直辖市的立场 今天有关于原乡改制的特别报道第二集 带你前往复兴乡 正当五都原住民族地区的族人 还在为要脱离直辖市 恢复原有乡的公法人地方自知的权利 要自己民选乡长 要有独立的财政权 嗜处奔波的同时 行政院会今年1月3号 又正式地通过了桃园县深格直辖市 成为第六都 未来桃园县在民国103年12月25号 改制直辖市之后 将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整合桃竹苗地区科技产业优势 及客家文化传统 并且推动桃园含空城计划等重大建设 但是不管怎样对桃园县来讲都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我们是从一个长期被县这个框架 框柱的一个想要突飞猛进的一个猛兽 却被这个框柱了 对桃园县来说 深格直辖市可以有更多的中央统筹分配馆来建设 相当开心 但是对桃园县内唯一一个原住民乡 复兴乡来说 确实一个隐忧 在五都各原乡深格直辖市是后手带来的困境 势必未来我们也会面临到参政权 然后土地权 土地传统领域的一些流失 那包含在整个传统领域的一些整个管理 然后包含就是我们自己的财政的部分 那相对的就会减少了许多 这就会代表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2010年12月25号五都正式升格之后 因为乡公所变成区公所 原本乡有的独立财政权已经没有 区公所的财政完全来自市政府 升起经费 层层关卡 导致五都内的原住民行政区基础建设 始终如牛步一般 他们是从原本的以为深格 实际上是降格 还有最基本的道路维修 那这个都是层层上级 上层边来去分层负责 那相对的在整个建设上就显得缓慢 而且甚至不了了之 台亚洲拒绝并入直辖市 台亚洲拒绝并入直辖市 桃圆县原乡反并吞自救会多次抗议 表达不愿纳入直辖市的诉求 认为深格直辖市或许对都会区来说 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建设跟福利 但是对原乡地区却是失去了自主的权利 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乡长 而是官派复兴乡民充满疑惑 我是觉得不要比较好 主要不要的原因是 不要的原因是觉得官派的话 因为我们对官派的为人处事不是很了解 对直接官派的话 像我们如果是直接选举的 我们自己民众选出来的话是比较好 我觉得是这样是比较公平 我心安情愿去选可一个人 对于复兴乡民的不安 同样是来自复兴乡的桃园县原民局长林成荣保证 未来复兴区的区长绝对会是复兴乡的泰雅族人 并且强调就是看到五都的原住民族地区 失去原本的独立财政权 还特地在桃园县改制直辖市的计划书中 提出保护原住民族权益的条款 然后原有的预算我们也不要动 从中央补助跟原来县补助的预算 也都回到区里面去 那其他的我能够的 就是让我们的这所谓的预算 统归到我们原民局来 然后让我们原民局来 我们看是我们行政效率 如果区的行政效率又快速度又快的话 当然我们就尽量的跟区来配合 所以像这样的情形的话 大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都在六亿以上吧 桃园县原民局长强调 会给区公所足够的权力来执行 也会赶紧制定桃园市原住民族自治条例 不过也不会延 原住民族自治才是原住民族人的最终目标 我认为应该要给我们相对的 就是未来有机会成熟的话 给我们十四族有一个自治的方向 有一个自治的公法人 在政府的制定上 那我觉得不论定了什么样的一个法案 那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自己原住民的自觉 在原住民族还没有自治之前 被纳入第六都的复兴乡 是不是真能因为原民局所制定的专张 获得权益上的保障 地方建设不像其他五都原住民族地区 所面临的困境 还有待时间证明 记者胡姆瓦丹把号桃园复兴采访报道 好 要提醒到蓝宇旅游 没戴安全帽不要再心存侥幸了 为了减少交通的意外 警方将会针对环岛公路加强的取缔 休息下稍后回来带您来了解 透过镜头 你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感动了 我也感动了 你们认为 朗佛拉斯会拍吗 不是这样 而这故事中有一个中美混血的阿美族 他在身份上的认同 很多人跟我一样一个电故事 如果我们没有用镜头 我们永远也看不到 那种感动就随风而逝了 fail! !! 互相 英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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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造成两名台大生因路况不熟 又再加上未戴安全帽不幸丧命 为了行车用路人的安全 警方加强取缔未戴安全帽 为了蓝宇乡的乡民还有游客的交通的生命安全 我们会在蓝宇乡持续的做交通安全的宣导 及重点回归的取缔 蓝宇分住所所长杨有富表示 为了保障蓝宇居民以及游客的行车安全 会在蓝宇环岛公路的重要路段 实施不定时不定点的取缔 未戴安全帽的行车用路人 蓝宇环岛公路虽然总长只有约38公里 不过有些路段却因为常有碎石以及坑洞 又再加上山羊以及过多的弯路 常有摔车事件传出 主人表示有戴安全帽可降低伤害 我站同 站同吗 因为 为了安全的 因为都会发生车 是 是保护自己 目前取缔未戴安全帽有六件 而警方路检会连续时间进行取缔未戴安全帽 之后将会在蓝宇的环岛公路上 不定时的进行路检的行动 不过还是要呼吁族人以及游客 在蓝宇骑车格外要小心 千万不要因为感觉这里车少而忽略了交通安全 记者小毛利达森台东蓝宇采访报道 另外提醒学生暑假打工 小心薪资跟权益被剥削了 因为暑假期间近九成的学生会打工赚些领用钱 不过人力银行问卷调查发现 有四成五的打工族遇过老板给的时薪 比基本工资规定的时薪109元还要低 另外也有63%的人曾遭到扣薪 原因是老板无故找理由扣薪或是不给加班费 人力银行提醒 如果遇到老板不合理的扣薪或是不给加班费 都可以向各地方政府的劳工局来申诉 好 不过漫长的暑假怎么度过呢 桃园县巴德分局就在暑假的第一周 带着原住民族的青少年去田里种菜 弯折腰即使天气热的和直流 三十多位的学生就像是个称职的农夫一样 熟练的在摘一把蔬菜 桃园县巴德分局在青少年暑假 举办了青少年田园耕种区的活动 并且都以都会区的原住民族学生为主轴 属下期间有一些很高官话的朋友 那一些喜欢去网咖还有去飙车 事实上对这个身心健康的发展并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小朋友采这些菜都采得很高兴 让小朋友知道说他们吃的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菜园工作人员带领学生到园区亲自摘一把空心菜 献菜不仅体会到农夫耕种的心情 还说就像回到部落山上的感觉 小朋友手上大包小包的说是要带回家孝顺父母 我带来找菜 带回家吃 安好玩吗 好玩 就是讲说在家里很无聊的钱就过来玩了 除了拔菜的活动之外 巴德分局还借由活动告诉青少年 暑假期间青少年是很容易受到步伐的诱惑 所以呼吁一定要避免去声色场所 以及深夜不要独自在外 就是希望能够预防青少年偏差行为 以及加倍害情势发生 让青少年可以度过一个快乐平安的暑假 记者艾莉娜感染 五六桃园巴德采访报道 好 为了要感谢社会各界长期的帮助 花莲少年之家17位的成员 他们即将来进行六天的花冬铁马感恩之旅 花莲少年之家是收容一群受保护迷途家暴青少年的地方 一直以来少年之家都受到花莲施工所 以及各界散心人士还有团体的爱心益助 这一回为了要回馈各界的爱心捐助 有17位的青少年要进行六天的花冬铁马感恩之旅 这次活动是为了要结合我们的募款 我们的修缮的经费 所以来结合这一次花冬墾丁型的这一次的活动 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很完备的生活教育训练在当中 这一次我们的花冬墾丁型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孩子在生活里头 要学会如何刻苦耐劳 17位青少年开始训练 并将要在8号上午从花莲施工所出发 进行六天的花冬墾丁铁马行 青少年将要在生活辅导员的陪同下 骑身单车前往花莲施工所前广场集合 为即将出发的花冬墾丁铁马行的挑战任务来暖身 没想到有一天可以骑那么圆 然后想去试试看 然后看自己可以到哪里 然后境界是哪里 然后自己的极限 然后想自己去突破 是抱着好玩的心情 就是想去体验骑单车的 过程 就学习一些生活技能 就学习成长 孩子们为了一元梦想 已经进行行前训练 包括前往水帘牛山 奥花瀑布 风林步道等地 进行骑程练习 以及扎营野催 单车修护的课程 借此来提高参加者的耐力 体力与应变能力 而且也期待 孩子们能够透过这场活动 让少年们能够在今年暑假 有个快乐的回忆 接着高召 花瀑士采访报导 好 继续来看行政院 运托台湾示范大学 办理的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 合格人员的研习班开课了 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呢 开放给没有考认证的 在职教师也可以参加 有行政院原民会委托台湾 大办理的102年度 原住民族语能力认证合格人员 研习从7月1日开始上课 研习的时间共计5天 内容规划族语教材 教法语言结构 部落情境式教学 幼儿族语沉浸式教学 族语教案等设计的课程 参与研习的学员职业 除了有原本就是担任 族语教师之外 还有医生还有模特 也来一同参与 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 就是因为身份的认同 我觉得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语言 如果我们的语言都没有了 我们要怎么去办祭典 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的歌谣 分组讨论 还有就是老师的分享 对 注意老师的分享 然后还有就是教材的实作 就是今天的课程 对 还有明天 蛮期待的 这次参与的学员 一共有80位包含13个族别 是今年最高 其中报名人数最多的族别是阿美族17人 最少的则是Sakiraya 只有一人 跟以往不同的是 今年特别开放原住民级 在职教师 以及退休的教师来参与 无论是有无考取 族语认证 都可以报名参加 希望原住民级教师 在既有的教学经验上进修族语 语言结构以及族语教学的相关课程后 未来也能够投入族语教学的行列 因为这些老师他们基本上都有做过教育学程 也都在教学现场 所以他们对教学实物不陌生 但是我们希望经由这个研习来提升他们一些 我们的语文学 这次一共有19位在职级退休的老师参加 其中有17位是未考过族语认证的老师 未通过族语认证的老师表示 因为工作的防忙 没有时间参与族语认证 但透过课程学习到许多族语教学的实物经验 也可以从学校的原住民族教育政策面 来从旁协助 工作的防忙或者是时空背景 在族语认证我都还没去参加过 但是我希望说一定要找时间 一定要去参加族语认证 我们本身是不同的领域 我们是体育领域 健体领域 那至于说在学校的教学里面 我们比较不会去接触到 那当然说像这样的课程 其实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一些教学研究会 我们都会去参与 甚至学校在推动母语日的这个活动 或者是祖孙节的一个活动 我们都会使用族语的方式 那我们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去从事去做教 我们可以从学校的教育政策里面 来加入族语教学的一个元素 行政院明慧表示为了配合未来的实施分级认证考试 在今年的下半年度也会办理命题的研习课程 会从通过这五天课程的学员中来挑选 培育分级认证考试的命题老师 无论是在校退休的老师 或是有志想从事族语教学的学员 通过课程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 目前族语教学的状况 记者在台北市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关心各地方的求职讯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持战机构推动快乐早餐的服务 有一班是原乡社区 特别邀请了卢凯族的歌手梁文英 担任爱心大使 深思的风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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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这个很好吃 多吃这个会唱歌 他那只叫什么 好可恼 人家有手会叫 我带着一把吉他走进部落 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 什么来的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部落 看到了无数的工艺精品 跟着部落风 让我们一起来看见部落 充满创意的天空 每周五晚上十点 王鸿恩的部落风 带你放轻松哭哭哭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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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回来来关心远乡的产业了 又到新竹兼石乡的水蜜桃的产季了 商工所特地在新竹市的一家知名的购物中心来行销 3 2 1 人手一瓶水蜜桃汁倒入冰雕的容器里 立刻呈现护下坚石烤淘气的字样 这是坚石乡水蜜桃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 坚石乡公所为了推广坚石乡优质的水蜜桃 在新竹知名购物中心广场前 举行坚石乡水蜜桃的促销造势 新竹县长在现场为活动加油打气 今天的水蜜桃一个一个丢进来 有水的地方有蜜桃的地方天天蜜蜜 所以在此象征了一个丰收 现场也安排齐勞进行祈福仪式 以及即将远赴德国比赛的 泰雅学堂青少年合唱团进行开场 坚石乡长说 今年水蜜桃相较往年收成高达7倍以上 甜度平均都高达44度左右 是20几年来最丰收的一次 水蜜桃每一颗都相当滋多甜美 非常受消费者欢迎 不过相当说来坚石不要单单只是品尝水蜜桃 更欢迎暑假来坚石游玩 我们希望我们利用坚石的自然的资源 包括我们的温泉 包括我们的巨木 包括我们的生态旅游 可以进来 不是单纯的来买我们的水蜜桃 新竹坚石乡的水蜜桃 农民们秉持着当天采当天卖新鲜看得到的口号 将新鲜的水蜜桃贩卖给消费者 就在7月份的每个周末都会举办系列活动 要大力促销兼石乡的农产品 记者穆拉斯阿利夫 新竹市采访报道 另外在苗栗南庄乡蔬菜产销班长根彼得 他多年前发生车祸 造成左手抢葬 在家人跟南庄农会的鼓励之下 三年多前他开始在蓬莱山区搭建温室 栽种无毒小番茄 现在正式产期 小番茄的甜度 根据这位赛夏族的产销班长表示 甜度达到6度以上 一串串金黄色鲜红色的小番茄 挂在高架的番茄树上 这片一分地的温室 是根彼得的心血结晶 他靠着一只手慢慢地采收番茄 虽然不比双手才来得快 但他乐在其中 十年前的车祸导致根彼得着手成长 一度无所事事消极过日子 但经由农会辅导栽种温室高冷蔬菜 第一年便克服山区多变气垢 成功种出高冷甜椒 三年前开始轮作小番茄 发生车祸 后面就是大概五年的时间 就很失职 就没办法这样出去工作 因为手不方便 所以后面就想着说 干脆把自己的主产 盖一些温室来种一些蔬菜 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根彼得今年种植外表金黄色的金桶番茄 红色的玉女及惠珠番茄 因三区日夜温差大的特性 三种品种口感扎实 果实富含水分甜度可达6度以上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他才无堵栽种 以苦练油枯草菌及粘虫脂降低病虫害 跟彼得说高价栽种温室番茄 要特别注意水分控制与肥料管理 看到辛苦照顾两个多月的番茄树上 结满了小番茄实在很开心 因为我这个是高离地栽培的 所以它那个在水分 还有一些肥料的控制 一定要非常的精准 所以那个这样的农作物才会漂亮 当采收之后就有一种那种喜悦的看见 现在正值小番茄盛产期 每一株的番茄树都结石累累 跟彼得说因为是温室栽种无毒小番茄 所以染病或是病虫害的几率很高 今年能收七成算是大收货 记者穆拉斯阿利夫苗里南庄采访报道 好民间慈善机构在各社区推行的 社区妈妈早餐供应机制 有一半的社区是在原乡地区 组播单位就特地的邀请了卢凯族的歌手 梁文英来担任爱心大使 卢凯族的歌手梁文英和云林张虎国小的学童 一同将手中的明星片投入爱心油桶 象征要达成目击一年的快乐早餐费用目标 张虎国小的学童也带来活泼可爱的童谣舞蹈 这是由民间慈善团体主办 今年希望以辅导学校和邻近社区妈妈 选购当地的食材为当地的孩子亲自烹饪健康的早餐 而从小因为家庭因素常空着肚子上学的梁文英 担任这次的活动大使 拿着丰盛的早餐强调吃早餐的重要性 其实大家都知道早餐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念过书 在学期间没有吃早餐会很痛苦 然后一整天上课都没有精神 所以我觉得借由这次的活动 有医殿跟励志系统一起合作 然后包括文英自己也有机会可以参与 呼吁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有健康营养的早餐吃 这次的早餐服务一共有46所小学 其中原乡的国小占2分之1 包含苗栗的泰新国小 新竹的景平新光国小 华联洲峰国小 台东桃园广源国小 伊兰大头以及五塔国小等 主办单位表示从2007年开始就举办这样的服务 至今已经累计将近7000名的学童 在早餐营养得到协助 只要提出快乐早餐的申请就会进行审查 再依照各学校的学生比例分配经费 目标是1200位 而且是供应一年免费的早餐 那结合社区的妈妈 所以这样的一个费用 大概在一年大概在1000万左右 学校部分大概有30所学校左右 那一般这样的学校都是在偏乡的学校比较多 所以台湾还是贫富的悬殊 还有资源的这个分配上面 还是不是很良好的 所以我们就用社会的力量 用爱心来弥补这样的不足的地方 主办单位表示 这次一共要募集150万元 每位学童每日的早餐 大约花费30元 平均每日100元就可以帮助三名孩子 每天享有热吞吞的健康早餐 透过经费支持购买当地的食材 以及社区妈妈亲自烹饪 不仅在读食品风波中 依然让孩子吃得安心 更创造社区支援友善循环的机会 接着任务巴扎克台北市采访报道 好继续带来看的是在台中市后火车站 20号仓库艺术特区展出的 多位原住民工艺家的作品 为了要让原住民工艺创作 能够带给更多民众的认识 文化部与东海大学 就在台中市后火车站的 20号仓库艺术特区展出 十位原住民工艺家的各种创作艺术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展览 让原住民的各种工艺作品 达到行销的目的 要把它带到平地人的这个 还有汉人 甚至未来希望带到国际上面的时候 它必须要经过各种层次的 一种提升的方式 包括技术面的连结 包括行销的管道 那这个展览呢 我们当然是希望透过展览 有更多的人认识他们的创造性 这次展出的各种作品中 有皮雕 服饰 编织 雕刻 拼布 以及串珠等等的艺术作品 其中还包含了原住民动画师 以部落故事作为题材的动画作品 也纳入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 让观众不只有静态的展示 也有动态的艺术创作可以欣赏 发现癌症的时候是 也没有什么惊讶 就是我把它当作我的过程 后来想说 做这些方面不要放弃 就一直研究 我在医院也没有放弃 我还是在做这个 一面化疗一面创作这个作品 因为我学过拼布嘛 那我就在想我怎么样用拼布的方式 呈现那个最自然 是我小时候想象中的那种百合画 让它呈现出来 美丽的作品深受民众喜爱 很好看 怎么说 因为它就是介绍原住民他们的生活 还有他们的一些节庆啊 然后就是很有意义 腾编老师陈琼华的作品 是在他发生癌症时的创作 因此希望用最后的时间 继续他的腾编创作 而幸运的是 后来身体转好 而拼布老师刘玉妹 则是以小时候对部落的怀念 制作成各式各样的 极具有意涵的拼布作品等等 这些都是原住民工艺家 用生命编织出来的艺术作品 接着呢 台中市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关心各地方的活动讯息 台中市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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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舞台上那个画面 其实是蛮吸引给人的 充分表现到原住民的活力 我们的基础工真的都超杂性的 是蛮吸引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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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翼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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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